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安 汉文帝 汉霸灵 是我唯一入选的考古发现 您肯定想了 那想必霸灵里一定是发现了什么珍贵物件 金银随葬或者奇特青铜器 或者什么古老文明什么的吧 你这么想不就太寻常了吗 对不对 它入选的原因您是绝对猜不到 竟然是因为它的动物殉葬坑 您往这看 整整10列啊 42排380多座动物殉葬坑 够壮观吧 这座如同大型盲盒一般的地下动物园 埋葬着哪些神奇动物发掘过程当中 又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与发现呢 咱们今天就一块来一探究竟啊 这380多座动物殉葬坑 其实是属于汉霸林当中 汉文帝母亲 博太后陵墓的外藏坑 事实上早在1975年 就有考古专家在这进行过抢救性发掘 当时还发现了大熊猫的头骨呢 大熊猫呢不用我多说呀 已经在地球上至少生存了800万年了 是当代我国特有的物种 主要栖息在四川陕西和甘肃的山区 陕西秦岭栖息的大熊猫 那更是秦岭四宝之一啊 如今大熊猫汉台可居的样子 风靡全球 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喜爱 可是谁能想到 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人 他们就已经开始撸熊猫了 话说回来 想到当时就已经发现过 如此珍贵的稀有物种了 如今的考古学家们 是个个摩拳擦掌 对于这片土地之下 还有哪些惊喜 那是充满了期待 很快 第一个动物殉葬坑就被开启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小型的陶关 长宽虽然都只有40厘米左右 可是看得出来呀 仪式感满满 那这会是什么动物啊 首先一个那个壳比较小 这个也比较简 其实出东西呢 倒是很快 这个出来之后 说实话我很失望 为啥呢 这个里边的骨头保存的不好 陶关里的骨骸 历经两千多年的腐蚀 已经碎成一块块碎裂的骨渣了 这一时半会儿的 谁也看不出来是个什么动物 只能又找来了动物考古专家 专家一看 这有什么稀奇的 你们真是 这不鸭子吗 我们这个就是 鉴定的是赤麻鸭 我们现在根据这几个数据 和赤麻鸭的对比 正好和赤麻鸭都非常跌近 这次骨造特征也非常跌近 所以我们就把它定到 赤麻鸭这个范围 赤麻鸭 一种大型细水鸭 全身呈漂亮的 呈黄色 在我国云南 四川等地区 都有广泛的分布 当然了 数量一多 人们就会觉得不够稀奇 相比1975年 发现的大熊猫 这个赤麻鸭或多 或是有点让人失望了 实在是怎么讲呢 有点跟不上大家伙的期待 当然咱们做考古 主要是做研究的 但是从人的 这个猎奇的这个心理来讲的话 那还是希望能挖点 比较好的东西 您嫌不够神奇是吧 别着急 第二个坑已经开始发掘了 这刚一打开啊 神奇 或者说离奇的事情 就跟着来了 你往这看 不同于之前的赤麻鸭骨骼 被装在桃关里边 这个殉葬坑里的动物骨骼呢 只是被几块青砖围了起来 密密麻麻的像是被强行塞在其中 头在南侧四肢蜷缩 身体明显被扭成了一个S型 下葬姿势 哎 有些 专家们思维想去 倒是想到了一个原因呢 可能提前都把这些坑都挖好 然后放什么动物都是临时 临时一个一个决定的 然后这个放路的时候 哎 觉得这怎么放不定去 放不定 它就在进行在这 在这扭曲的这种 也就是说这些动物可能是统一建防 在统一入驻的 这样的话呢 那个个头大一些的动物 自然就会受点委屈了 眼下这个入驻 紧凑形藏具的动物 大小似乎和羊相当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动物呢 我们根据这个子骨判断 它肯定是漏科的 因为漏科和其他的 那里啥动物差别比较大 我们对这个子骨定型的测量 它正好落在我们实验室里边 那个袍子那个范围里边 袍子 傻袍子 你有没有被萌到 可爱到 贺哲族民谣里边 就有这么一句 说棒打袍子 瓢咬鱼 野鸡飞到饭锅里 形容东北地区 物产丰富 也让袍子 这种动物是广为人知 又因为袍子天性憨傻 让它成了当今网络时代 蒙宠的代表之一 不过袍子可打不得啊 现在 它是国家三游保护动物 您瞧它那个蠢萌的样子 估计也没人舍得下手吧 如今 这只来自两千多年前的蒙宠 袍子 伴随它的主人 常年于地下 早已化为枯骨 怎么样 这王河开得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吧 有观众肯定要问了 咱别一个一个开啊 有没有那种 这个隐藏款 直接拿出来 给我们瞧瞧 是吧 你不太正 下节目 归鹤炎年 背后隐藏着 汉文帝母子间 怎样深厚的感情 动物殉葬坑 何以惊陷人形海骨 江西卫视经典团企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考古专家将汉霸凌的 动物殉葬坑 一一展开发掘 盲盒相继被打开 没多久啊 终于开到第一个隐藏款 这什么动物啊 你往这看 刚开始专家们 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只觉得大 后来慢慢发掘到坑底啊 在砖栏正中 赫然出现了一个 大大的硅甲 我一看我就很吃惊啊 因为我们平时看到 那个核龟是吧 它非常小 就这么大 是吧 这个龟这么大 而且我看了一下 它那个硅甲 也特别厚 这硅甲确实看得比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 大号脸盆还要大啊 这就让专家们 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如此之大 这是个什么硅啊 这从哪来的呀 它这个硅背 就是我们当时量了 有五十 大概是五十八 五十八厘米 我记得是这样 五十八厘米 就是还比较大 然后我们想是海龟吗 但是海龟好像 没有这么小 然后但是也说不来 万一是一个幼龟的话 什么的话 难道真像考古专家 猜测的那样 这是一只海龟吗 从遥远的海洋 来到地处内陆的 关中平原上吗 书也有专攻啊 还得请教动物考古专家 体长我们量的就是说是超过那个啥 52公分 现在我们初步判断应该是那个黑 就是黑靴那种陆龟 这黑靴角陆龟 如今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的热带雨林里 是亚洲大陆最古老的物种之一 不过这样一只远方的陆龟 它又是如何来到千里之外 甚至万里之外的长安的呢 我觉得还是从南方拱纳过来的 因为从过去陕西的地方也没有发现这个陆龟的化石 也没有发现现生的种 我觉得还是从云南或者南 更不能骗南的那些小国拱纳过来的 咱不妨想象一下 两千多年前 这只南方的陆龟远道而来 进入西汉王朝的首都长安 被送到了伯太后的面前 成为了他的心爱之物 您要问了这么多动物 为什么单说这只陆龟是伯太后的心爱之物呢 您看这个殉葬坑里边其他的物件 您就知道了呀 一件素衣式寄作陶涌和一个陶罐 我们现在就是认为这就是这个陶涌 这个就是那个啥养这个龟的人 这个罐里边可能就放的就是龟要吃的一些东西 古人讲究是死如是生 尤其是汉代人 您想这要不是心爱之龟 怎么还会给他配上食物和饲养员呢 而这一整套的陪葬规格 也正是西汉皇家生活的 真实写照 出现了这个虚角陆龟之后 才真正意识到就是皇家七派 就是当时他们是可能是把南方的这样的一个龟 给进贡过来的 或者是人家能在北方这样的地方 养一个南方的这样的动物 还是挺厉害的 龟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那代表着长寿啊 而就在离这个黑靴角陆龟不远的地方 专家们发现了另外一种与长寿龟相呼应的动物 什么呀 继续看呢 这是一个两比多身的数学土生 里头放着一个长方形的陶冠 长度达到了120厘米啊 这显然里边藏了一大个子 尽管陶冠那动物的肉身已经腐朽殆尽 但是仍然能够看出它瘦高的骸骨 因为特征明显 专家们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个动物啊 属于鹤类 鹤的特征它就是三长 一个是脖子长 一个是腿长 再一个是嘴长 鹤是一种美丽优雅的大型社群 全世界有15种不同的鹤 我国就有9种是鹤类最多的国家 那么眼下这只鹤会是哪一种呢 因为这个静腹骨就是我们量了一下 大概就40多公分 只有那个丹顶鹤的静腹骨能达到这么长 其他的都达到不了这么长 丹顶鹤体态轻盈 五姿优美 是咱们中国传统神话当中仙鹤的原型 也一直被视为吉祥如意的象征 春秋时期的郑国国君 以鹤为蓝本 做了一个连鹤方胡 一千多年之后的宋徽宗 也还画着锐鹤图呢 专家就想 这鹤 吉祥 龟 长寿 彼此呼应的两种动物 似乎恰好组合出了 汉文帝对母亲伯太后 一呼寻常的孝心 您要知道 这对母子俩早年间生活并不如意 汉高祖十一年八岁的汉文帝被册立为代王 代帝在偏远的晋阳 是当时西汉的北方边境属于一片苦寒之地 汉高祖死后呢 母亲自愿前去儿子的封国 这样就能够远离屡之啊 此后汉文帝与母亲在代国吹着呼啸的北风 相依为命 儒家传统经典二十四孝当中 汉文帝亲尝汤药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他呢跟他母亲呢感情非常深厚 对他母亲非常孝敬啊 当时这个呃为了这个体现孝心呢 就是给他母亲呢 赔葬这个呃大量的这样的动物 这个这个 然后营造一个地下的这个皇家冤用 想必这龟与鹤是汉文帝在母亲生时的住院 龟鹤延年吗 或许也是住院成了真啊 这博太后啊竟然比他儿子汉文帝 还多活了两年呢 那么如此感人至深的孝心 让考古专家们不禁期待 这地下动物盲盒里头 还会有哪些神奇动物啊 谁能够想到啊 正当专家们开启下一个盲盒的时候 泥土一清 呀集体吓一跳 然后等到这个出来的时候脑袋圆圆的 然后也猛的一发挺下缘的 是的 在青砖围城的葬具里赫然躺着一具人形骸骨 脑袋圆圆四肢全曲 侧身躺在砖栏里 看起来更像是一具儿童的尸骨 说好的动物殉葬坑怎么会出现人形骸骨啊 太吓人了啊 如此之多的真秦异兽 是否曾在现实当中存在过呢 不要走开 下节继续为您揭晓 临而居的人形骸骨会是怎样的欢喜冤家 发掘现场悬念叠起 神奇动物在现实中是否真实存在 江西卫视经典团旗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动物殉葬坑里竟然发掘出人形骸骨 这让在场所有专家都感到惊讶 可是很快就有人站出来说啊 这该不是猴吧 猴子和人最接近 因为它这个头骨上 它一看就是比较小 它那个眼眶啊 鼻鼓啊 还是牙齿啊 都和人非常接近 它的牙齿的构造实际上 也和人非常接近 它都是一种扎实性的动物 而且它那个牙齿的那个 瓷尺 瓷尺和人的都是一样的 专家经过进一步的验证 认定这具形死人骨的动物 其实就是一只猴子 根据动物学家调查统计 目前发现的猴子有两百多种 在中国境内就多达数十种 那么眼前发掘出来的 会是哪一种猴子呢 初步发现这个应该是个猕猴 因为这猕猴这鼻鼓特别高 这要是猕猴那就不稀奇了 我过算是猕猴的副场 60%以上的省市自治区都有份 不过别着急 想要稀奇的是不是 一部猕猴的邻居这儿 这也是一座大小规模 形式都一样的殉葬坑 连坑底的动物骸骨都看起来差不多 但是它不是猕猴了 那是更加珍贵的金丝猴 前头不是提到大熊猫是秦岭四宝之一吗 金丝猴也是 在咱们中国主要有滇金丝猴 钱金丝猴 以及生活在秦岭之中的川金丝猴 专家们很快就断定 眼前这只就是秦岭的川金丝猴 这种金丝猴身皮金灿灿的皮毛 长了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 圆滚滚的大肚子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漂亮 最珍贵的猴子之一 跟国宝大熊猫齐名 这么一看 这对猴子的埋葬还挺有意思 现在网上有这么一句热梗 说每出现一只乖巧的金丝猴 就有一只峨眉山的猕猴被比较 说的客气 其实是被嫌弃 如今这对网络欢喜冤家 却比临而握 头对着头相对躺着 一睡就是两千多年 还怪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猕猴和金丝猴 他们两个还是就是一个相像的 就是一个像东一个像西 这两个有挨着是吧 这我觉得还是人们有意 就是和这一块作为一个灵长类区 您瞧瞧 还专门规划了埋葬区域 简直是贵宾级待遇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动物都有这种待遇 这不 专家很快就发现了一个 怎么说呢 陶关像是被胡乱硬塞进了殉葬坑里 甚至都已经碎裂了 专家推测 或许是两千年前的一次测量误差 造成了这口陶关斜放在坑底 塞不进去吧 这种反复碎裂 关内的动物遗骨可以想见 也保存得非常糟糕 只剩下几块零星的碎骨头了 因为这个东西我说一下 这个保存的确实不好 我们到现在也没见证出来 这是它是保存的很短的几段骨头 残存的碎骨早已经和泥土化作一团 专家们只能把它们一定提取打包 打算送往考古实验室 按说到这一步 这单个动物殉葬坑的发掘 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可是让专家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坑似乎远远没有结束 当时我们在这一步的时候 就想着这个坑就结束了 等我们把这个提取走了之后 因为我们在发现 它那个熟土跟生土是不一样的 这么说吧 之前发掘的动物殉葬坑 底部一般都会有 10到40厘米厚的熟土 专家会继续往下清理 直到看见生土为止 可是眼下这一座殉葬坑的熟土的厚度 可远远超过之前了 就清到40还不到顶 所以一直往下清 一直往下清 然后清了很深 然后又出现了这种 然后这个砖的 这个坡地砖的情况 这什么情况 难道下头还有一次 随着继续深挖 专家们发现确实有第二层 而且很蹊跷 第二层什么都没有 就几块碎裂的菩提砖 凌乱地插在泥土当中 我们当时一惊 然后想着说 这个不会被 倒扰过吗 还是什么的 倒扰 难道这种动物殉葬坑 也会吸引盗墓贼的注意吗 这个想法 专家很快就自我否定了 因为现场并没有 其他被倒扰很紧张 如果不是倒扰 那为什么要把殉葬坑 做成两层里头 埋葬的又究竟是什么动物呢 是的 很遗憾 至今也不知道 这个神秘的双层坑 曾经埋葬了什么动物 这个不见了吗 估计是埋的蚯蚓吧 我开玩笑的 不过对于这个双层坑 专家们倒是有一个推测 因为它不是像那个 就是它不是动物吗 在养动物的时候 可能就跟上下层 也就是说这上下两层 很可能对应的是 当时现实生活当中的 双层龙舍 至于是什么动物 需要双层龙舍去养 那就留给大家自行想象 当然了 像这种说不出动物 具体种类的殉葬坑 还是少 专家最终在这片殉葬坑里 发现了30个手种 包括鸟类18个手种 爬行类一种 和兽类11种 说到这有观众可能快好奇 这些殉葬坑 动物殉葬坑里的动物 在现实生活当中 是否也曾经真实存在过呢 也就是说 古代有动物园吗 答案是有啊 只不过他们不是对外开放的 而是仅供皇家玩乐的动物园林 史记秦桑本季当中曾经提到过 公式车马 衣服院幼 直列滋哀 到了汉代 这皇家动物园林呢 有一个具体的名字了 你可能听说一下 《尚林院》 文定是皇女记得 文帝呢曾经几次带着这个嫔妃啊 包括带着皇后啊 都皇后呢 到尚林院去啊 一会儿 当年的尚林院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后来西汉时期 司马相儒写过一篇《尚林寺》 文章内容曾被质疑过于夸张 如今来看完全是写实啊 因为这三百八十多座殉葬坑里的动物 大多都能和尚林寺当中 那些瑰丽奇诀的动物对应上 在古代鹿龟被称作龙龟 赤马鸭被称为福 大熊猫被叫作猛士 而袍子则被写成一个生僻字 叫鲸等等 这些原本只在古代文献当中 出现的神奇动物 现在正在被现代考古一一验证 考古团队甚至还设想 要在霸凌这里建设一个 地下皇家院幼动物标本博物馆 到那个时候 这些神奇的动物 就不单在文献史料当中 在地下泥土里 而是近在眼前 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我突然想 山海鸡 会不会有一天 也被证明里面的动物 都是真实存在的呢 真的是好期待呀 今天先到这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 线下的活动 我们下期再见